独角兽在温馨的音乐陪伴下 开心地在彩虹云朵之间跳跃 但突然音乐曲风一转 画面出现40名鹰儿 被哈马斯杀死的英文字样 以色列当局释出最新影片 控诉哈马斯缠忍杀鹰 不过人职家属现在最想知道的是 政府什么时候出面营救人职 遭到哈马斯扣押的人职家属 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记者会 向国际喊话求求赶快救人 同时也警告以色列政府家属的耐心 已经耗尽了 我们想看到红红红 我们知道红红红是在Gaza 所以我们想让世界帮助我们 告诉红红红 这位妈妈捧着应有儿子照片的生日蛋糕 但却无法帮爱儿庆生 因为他人还在哈马斯手里 还有这名男子回忆他爸爸遭绑架的过程 称赞他是一位英雄 而美国两党参议员也接见人职家属 强调共和党和民主党绝对不会放弃救出每一位人职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